最近一年啊 莫老师有接触过两把人体工学椅 黑白料13和哥德利V1 它们都处于千元价位 随时比较热门的型号 但或多或少 啊 只要对我这提醒来说 是有一些不合适之处的 而今天 油浦 它们也找到了我 让我体验一下它们的新品 油浦120 在做到它两周之后 嗯 我还是有一些东西 可以分享给大家 本期视频我会对比着 黑白料13和哥德利V1 详细聊聊 这把椅子的实用体验 在开始之前 首先我需要声明一下我的观点 人体工学椅子玩意儿 就像衣服 没有最好 只有合适 在购买任何一把椅子之前 我都建议你先坐上一坐 再做决定 加来 现在说说油浦120的硬件方面 首先是椅子的整个面料 覆盖了头枕 椅背 坐垫 脚垫 采用青龙温网布 美国杜邦材质 国产编制工艺 整体弹性失踪 不软也不硬 坐垫比较宽大 前后下凹 左右水平 这是5厘米坐声调节 对大提型人士的贴厚度很好 下方是脚托 可以直接拉出来 要多长 拿多长 这是两档调节 椅背和腰托的支撑区域是分开的 腰托可以自适应支撑力度 但虽然它两次分开的 其实后边它是连成了一个整体 可以抓上下8厘米升降调节 调节方式是采用了卡扣式 摁着拉就可以了 很方便 但这个卡扣在调节的时候 似乎会有一点点把椅背这个支撑杆划伤 就是靠近锁控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不太明显 头枕和椅背是独立开的 可以做上下 轻仰 旋转 三种调节 并且每个调节都是无级的 可以很好的提合颈部 接下来说说扶手 首先它是真的大 整个材质采用的是这种弹性海绵 手肘放上去的时候支撑杆明显 但又不会很硬 扶手可以做上下 旋转 翘起 三种调整 特别是这个翘起的形态 用来玩手机或游戏机就非常nice 接下来说看不太贱的地方 首先是底盘 采用强化钢结构 横稳 不会有那种松滑滑的感觉 调节方式方面 左側拉杆用来锁定解锁前后仰和调节作声 右側拉杆则是调节高度和前后仰阻力 比较有意思的是 油浦120它的前后仰阻力是可以无级调节的 躺下去后 椅背给你的反馈力度大小 都由你自己来决定 再下边是气压杆 通过了SGS四级认证 五爪为一体成型铝合金 最下边是金银皮油万象轮 中观油浦120的整个硬件设计有亮点 比如可以无级调节的后仰阻力 夹后扶手还有这个独立于椅背的头枕 都很好用 但也有不足 就是这个后仰角度呀 它只能做到138度 有点不够低呀 躺就不要想了 打工人没时间午睡 另外就是这个扶手的翘起角度调节 你得把手这样伸牙去抠住按钮 才能调节 说实话 有点不符合人体工学 放两边按足多哈 那么说完硬件参数 接下来就要聊聊油浦120 做了这么久 我的一个实际使用体验 注意以下内容仅基于我的个人体验 不代表你的实际使用感受 所提出的对比结论 仅代表这把椅子与我的舒适度差异 不代表椅子本身设计有问题 那我们正式开始 实验室这躺下去的力度反馈 我是真的喜欢把这玩意儿 调到最软的感觉 不会让你觉得椅子在拼命反抗你 油浦120的后仰最软力度 比黑白料E3和哥德利V1都要更软 扶手方面油浦120比哥德利V1更大 更好用 啊 V1这个确实盖了点 但相比黑白料E3 120少了前后滑动调节 另外 上翘方式 油浦120是有一个斜着的角度的 而E3则是垂直翘起 椅背方面 V1和E3都是腰拖背拖头枕一体 调节高度的时候三个会一起上下 而油浦120的头枕和腰背是分开的 可以单独调节 我平时一般会直接把椅背高度调到最低来使用 腰拖的支撑力度 油浦120比较偏软 毕竟是力度之适应 而哥德利V1就硬多了 给人很强的支撑感 黑白料E3的话 说实话 那玩意儿腰拖看着打 其实有点踢不住我的腰 因为它的椅背高度降不了太低 那我这里也做了一些总结 三个长时间九座 屁股和背部的舒适度 120和13比V1好 V1的网面摁折挺软 但做久了总感觉硬 长时间九座 腰部的舒适度 V1等于120 大于13 V1和120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支撑感受 一个硬 一个软 而13嘛 刚刚说了 它的腰拖降不下去 贴不到啊 可能对体型更大的人会更合适一些 长时间九座 颈部的舒适度 120大于13 等于V1 还是因为调节方式的关系 尤部120可以独立调节头整 直升度要好得多 长时间躺平的舒适度 13大于V1 大于120 120这厚痒 这么软 却躺不下去 咋想的 长时间九座 手部的舒适度 120等于13 大于V1 扶手大 就是硬道理 长时间九座 腿部的舒适度 这个我倒是觉得 三者都差不多 这里我把这几个特点对比 做了张图 大家可以看看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三者的大小差异 黑白料13是真的挺大 椅子大 需要在上面坐的人的个子也得大 不然很可能像我 椅背条最低 还够不着腰 不太适合像我工作室里 这样狭小的空间 搁得力V1倒是非常小巧 和小空间挺搭 油浦120的话 大概介于两者之间 不大 不小 刚刚好 那么总结一下 我觉得油浦120这款椅子 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 如果不介意完全躺平 坐里的时间更久 那么它长时间用起来 还是挺舒服的 无极调节的回弹阻力设计 也非常优秀 啊 我很喜欢 那么到这里 关于油浦120这把椅子 就讲的差不多了 看完这些对比感受之后 希望对你选购椅子 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毛老师 眼神天后 我们下期视频见